哈喽,大家好,就说一下,不必要起心动念,嗯,老子也说过无为,老子呢,和释迦牟尼佛,还有孔子, 都是大盛大贤,我深深的相信,相信他们的说法,嗯,可能还会有一些疑问,就是, 不是身心不疑,可能有一点点疑,可是还是细腻,而且呢,是狠心。 因为呢,我想要的东西呢,就是纯净和纯善。 如果我的思想不干净,嗯,被拨动,被扰乱,嗯,被外界的境界染污,我会很不舒服,我自己知道。 很多时候呢,嗯,我念佛的时候呢,我不想别的,可是有的时候我会想别的。 但是我知道,有的时候我想别的,是因为我主动去想别的。 但是为什么呢?因为我守不住清静,因为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放下,所以我去想。 那你,那你要怎样放下,你就慢慢的,啊,去修行,一点一点的,境界提高的时候呢,就放下,放下呢,又帮助境界提高,这样。 嗯,嗯,就是你看开的时候呢,你发现,没什么好执着的,就好像我,念佛嘛,你比如说念佛法门,你就念佛,为什么我可以有一些时候念佛不想别的呢? 是因为我,我放下一些,是因为我,我放下一些执着,可以不去想别的。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又去主动想别的呢?因为我还在执着一些事情,因为我还要去想这些。 可是你看到,你念佛的时间,你可以不想别的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时候,哪怕是多一秒,这都是一秒的进步。 一天才多少秒啊? 如果你能够一点一点进步的时候,那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。 加油! 阿弥陀佛 我是你 可以 ك